泰森很头疼,小女追求者排长队,大女却遗传爸爸基因,找不到男友泰森很头疼,小女追求者排长队,大女却遗传爸爸基因,找不到男友在拳击界有一个人,一直都被奉位传奇,他是全世界最重量最好的拳击手之一,他在比赛场上的风格是毁灭性的,令对手恐惧,一直被对手视为十分具有危险性的选手之一, 一直说的这个人,他就是泰森,这样的牛人在当时是很多男孩子的偶像,很多男孩子都羡慕泰森的霸气与威武,在他最厉害的时期,要知道他的比赛奖励的金额可是高达几千万,而且还是美金可想而知,他是多么优秀,后来,泰森开始挥霍自己的财产,没过多久就破产了, 再后来他的事业也是因为呆过监狱这个经历,也越来也越不行了,只能选择退出拳击坛,别看他身材魁梧,说起他的感情经历,那可是足足三段婚事啊,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明星结的婚,因为一些原因分开后,不久就与儿科医生在一起了, 很可惜的是第二次也不太顺利,六年后就分开了,于是,才有了跟现任老婆,并且婚后生了八个小孩,虽然泰森退出后,也没什么消息,但是现在他出了几部作品,转战影视圈,效果还不是一般的好, 从此人们又再次开始关注转战的他,但是他的女儿更加具有吸引力,不过却有见泰森很头疼的事,那就是小女追求者排长队,大女却遗传爸爸基因,找不到男友,原来是因为泰森在参加一个活动时,他带着他的大女儿,人们就把更多的目光转移到了大女儿身上, 外家大女儿遗传了泰森魁梧强壮的身体,据说,在此次活动之后泰森表示,对大女儿的安全与感情问题很担心,对于此言,网友表示泰森可以放心,他的女儿这么壮,不是谁都敢欺负的,据说他的大女儿开始进军魔特戒,网友纷纷表示,虽说后台强大,但也不至于眼瞎吧,泰森对于这个女儿一直很担心,原因是没有一个男生, 追求,这就很让他上火了,他还有一个女儿,适合第二任妻子生的孩子,这个女儿身材苗条,长相美丽,和他的妈妈长得很像,他不仅长得好看,而且事业上也发展得非常好,生活上也有很多帅气的男孩子追求,追求者排成长队,虽然都是泰森所生,但是这差距也是非常明显呀,你们喜欢哪个呢? 感谢观看